我们认为要从两方面入手 第一从自身想办法挖起来 解决眼前的困难 一般说剧场关门了 我们能不能采取网上云上和观众交流 跟这些传播平台搞一些互动和合作 一般说签一些合约 我负责引进来什么样的剧目 通过网上咱们连线 建立一个网上剧场和网上剧院 让观众走进来 大家只要一点或者是直播 他观看的时候 你每个人也要买一定的门票 多多少少我觉得会解决一些问题 第二我觉得国家在目前疫情 还没有完全说在世界 这个应该讲就是消失 或者是制止的前提下 那么对我们这些确实受到疫情 疫情影响的行业 给予经济上的政策上的支持 里面说减费 降税 免租 这样的话呢 我是这样想 你要把它留住 或者是保存下来 它的实力 不至于它完全的就是要消失 疫情给我们创造了 我不敢说这是机会 但是确实带来了一定的危机 既然有危就有机 这个机会促使我们可能更加注视互联网的文化成果